- 太久沒有來跟大家分享保養的事情 今天洗完澡了剛好有一批新的保養品準備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先把我的話擦乾 在擦頭髮的時候不要死命的搓 稍微壓一壓拍一拍 因為你這樣用力的搓的話它會靜點 然後毛鱗片會炸開 好啦 首先這三個 裡面打開是這樣子的 拆開來 這個呢是潔面乳 這個呢是爽膚水 這個呢是保濕乳液 還有送一個這個 很神奇的東西 加跟減 加就是你在導入的時候可以用加這個符號 剪的話呢是你要排出代謝的時候就用剪 然後在廠商很貼心包裝好電池 OK 剪的時候是紅色的燈 加的時候是綠色的燈 其實這個洗臉啊 洗臉我在別的直播就很超幾年前吧 但是那個直播是沒有辦法留底的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就是再剪出來 不過沒關係 我重新再教一次 保養是這樣子 你有一間公司要管理 但是你的資金就是這一些而已 你要怎麼把你有效的資金呢 管理好你的公司 就是要先把廢物趕走 怎麼樣把廢物趕走呢 就是好好的洗臉 懂嗎 首先 把臉打濕 水 加水 然後再手心 手是有點空心的 然後再搓揉它 然後適當的加一點點水 這樣就可以獲得很濃很濃很濃的泡沫 洗臉的時候 一定要把洗臉乳弄成很綿密的泡沫 然後呢 往臉上 抹下去 或在皮膚接觸的時候 還非常輕柔的畫圈 然後有一點很重要的一個修法 那時候呢 你可以用指尖的關節 這樣子做運動 那其實我是因為現在在講解 本身在洗臉的時候是很快速的 全程不超過兩分鐘 然後現在有一個手法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把你的泡沫 壓進去 壓進去你的皮膚 就好像你在洗海綿的時候啊 你在洗海綿的時候 你不可能只是在表面這樣子 畫圈吧 你要把海綿洗乾淨 肯定是要稍微按壓 就用開它這個 現在是剪 它說明書說 在臉部很快速的帶過 就好了 像我們剛剛洗臉 大概用了20秒30秒 然後這個大概也用個 20秒 好我們現在來沖水 好洗完臉之後呢 用紙巾擦乾 清水一定要沖很多遍喔 因為你在洗的時候感覺有點澀澀的 你不要以為就洗乾淨 因為它上面還是會殘留很多的皂碱 所以你一定要沖水的時間 要比你洗臉的時間 還要大概多了兩三倍 大量的清水把它沖乾淨 然後用乾淨的擦手指把它擦乾 把水分的洗乾 用壓的 好這樣子我們的洗臉就完成囉 很抓到 我皮膚很容易過敏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保養步驟 就是下期待續 快點訂閱喔